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周一再确诊65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其中45名日本人 11名美国人 4名澳大利亚人 3名菲律宾人 加拿大和乌克兰各一人 目前确诊病例达到130人 船上人员要隔离到19日 为避免感染继续扩大 日本专家调查小组计划明天登船 研究是否在全部人员下船前进行病毒检测 法国滑雪圣地莱孔·塔米纳·蒙如瓦 周六有五名英国人 包括一名儿童确诊感染 法国卫生部长布新 周日抵达小镇观察 法国当局对小镇上超过100人 进行病毒检测 周一将有结果 确诊的男孩去过的两所学校 将暂时关闭 周日35名法国公民 从武汉返回法国 立即被送到临近城镇 艾克斯的消防学院 接受14天隔离 这是法国第三批武汉撤侨行动 前两次撤侨300人 英格兰中部皇家空军基地 周日迎接从武汉撤回的最后一架班机 大约200人 包括非英国公民 周一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惠提表示 英国境内新增4起新型冠状病毒 确诊病例 总数达到8例 日本索尼公司周一宣布退出 定于本月24日到27日 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亚马逊 LG电子 爱立信和辉达也宣布退出 活动组织者周日声明 所有湖北省与会者不得进入场馆 中国游客必须证明 至少离开国内两周 但还是无法让与会者安心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周一表示 日产福岗厂14日起暂时停工 因为难以从中国采购零部件 这时即韩国现代汽车 上周宣布暂时停产后 另一家汽车公司暂时停工 新唐人记者李梅综合报导 新唐人记者李梅维合报导